請看一下第九題 題目說直線 PA 跟這個圓 關鍵是圈起來 相切 然後呢 相切於 A 點 割線 PB 呢 交於 BC 兩點 題目說 AB 弧 這個比較難 什麼意思? AB 弧 160 你知道 這個叫 AB 對不對 可是這邊呢 那個叫 AB 弧 那你覺得是應該哪一個? 兩個叫 AB 弧 注意喔 兩個叫 AB 弧 對 你有什麼判斷 你知道嗎? 這邊肯定是 160 為什麼? 因為你外邊比較大 那邊是幾度 你知道嗎 那邊應該是 200 為什麼叫 200 因為 200 加 160 才變 360 對不對 所以小的應該是 160 大的應該是 200 才對 會啦 你要怎麼去看看這件事情 要不要你畫錯的話 答案算不出來 這裡是 160 然後 AC 弧這邊是 50 度 50 度 好 那第一題題目問什麼? 角 BAD 這個其實很簡單 哪裡是角 BAD? BAD 他問這個角 好 這是什麼角這個? 這叫做什麼? 弦切甲吧 弦切甲是得所對弧的一半 所以答案 160 的話一半就 80 度 會啦 好 再來第二個 角 ABC 呢 ABC 這是什麼角? 這叫做圓周角 圓周角等於所對弧的一半 所以 50 的一半就 25 度 會啦 所以就 25 度 好 比較難的是誰 你知道嗎? 那個角 P 角 P 沒有公式可以用 但是你看這邊 這個我剛才算數完了 這裡是 80 然後這裡是 25 好 你看這裡 80 25 跟 P 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? 如果畫圖給你看到的話 這個藍色三角形裡面有沒有 這是不是叫外角? 外角就得兩個 內對有相加 所以我知道角 P 加 25 度 應該得這 85 度吧 對不對? 就角 P 算數完 角 P 就 55 度 會啦齁 所以看這個單元 如果你有背公式的話 就覺得 哇 超簡單的 很好用 那 工期你的地方是在於說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? 這個地方算是學者 會考 參考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很開心 就聽得懂還會寫 從來不錯 好 這裡寫一下 看一下吧